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 马文玉他特别指控说 这个PC Home的集团董事长詹洪志 替林秉书向媒体施压 而詹洪志虽然否认 但是最近消息指出 他已经宣布请辞国策顾问 我们就来看看他的最新公开声明 他说他原来接受总统府聘任 国策顾问这个职务 是希望从民间工作 对政府有所帮助 但是现在的他不仅没有贡献 也因为个人卷入的是非 连累了府方必须做出说明 原本的好意现在已经没有意义 因此特别公开声明 正式辞去了国策顾问的职务 希望总统府跟各界可以谅解 而总部发言人张东涵特别回应说 詹洪志已经向总统府秘书长 李大为请辞了 也获得总统蔡英文的同意 张东涵也重申 对于司法侦办中的个案 府方不会有任何的评论 希望司法可以尽快查出真相 伸张正义 文字幕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